WHO终于认了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 美股理智线断裂 道琼狂蟹超过2000点 遭遇1987年股灾以来最大跌幅 市场陷入雷曼式恐慌 台湖史上最长万点还守得住吗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初始 交通部领先全球 第一时间果断停止中港澳旅游团 避免旅客成为防疫破口 如今疫情全球蔓延 边境防守是防疫最前线 台湾要如何维持不锁国 却又能够安全度过 亚洲及欧美国家的两面夹击呢 武汉肺炎从亚洲烧往欧洲和美国 各国飞机场变成了停机场 全球航空和观光业首当其冲 政府如何减缓产业受创 避免引发股牌效应 美股遭到血洗恐慌指数狂飙 台股周五万点关卡一度被灌破 投资人哀鸿遍野 台股下周走势怎么看 更多精彩内容都在今天的老谢看世界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 这一周当中对全球投资人 包括台湾的投资人来讲 是腥风血雨的杀战场 我们可以了解 美国的倒穷指数 从开始一路杀战到现在 到礼拜四的晚上 美国的倒穷指数 大跌2352点 这个大的巨大跌势 也造成全球巨大的恐慌 台股开盘之后大跌了780点 我们也可以了解 在这样一个危机意识当中 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 仍然是主导未来发展最重要的重心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意大利现在确诊病例 到一万两千七百八十几个人 这个死亡病例是破千了 这个时候伊朗的情况也在恶化 伊朗也超过一万个确诊病例 那么现在它的死亡人数 还超过一千人 整个欧洲从意大利开始出现大破口 现在包括华国 德国 西班牙 确诊病例超过两千 另外美国现在一千三百三十七人 这个也是造成一个巨大恐慌的来源 所以你可以想见得到 基务市场在疫情蔓延当中 所造成的极度恐慌 现在正在全世界蔓延 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 美国的这个在华尔街 很多人眼着头 眼着眼睛 大家都吓呆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涨跌都在千点之内 恐慌指数这个礼拜来到75.47 大家记得我们在先前 看到恐慌指数这么低的时候 都觉得很纳闷 那么认为这个疫情好像 非常不寻常 但现在恐慌指数开始破表 这样一个大幅拉升之后 你要非常注意 恐慌指数再往上升高 其实全世界都有灾难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杀戮 在二月下旬之后开始 从二月二十四号到二十七号 美国的道琼跌了千点 之后当周下跌十二%以上 然后到了三月开始 美国道琼开始出现一个巨大的跌势 二号大涨到三号大跌 四号又大涨 五号又大跌 然后一路往下刹 最后一个反弹逃命是在三月十号 它上涨了一千一百六十七点 但是之后的跌点都非常令人触目惊心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的道琼指数从两万九千五百六十八 在这一次刹到两万一千两百点 整个跌幅达到八千三百一十点以上 这个巨大跌幅是已经跌掉百分之二十八点三 在一个月之内累积的跌幅 这一个礼拜它是跌掉四千六百一十六点 这个跌势更加可怕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在这个巨大跌势当中 全球投资人几乎是面临断头式的一个大的杀戮 这个杀戮现在看起来都是跳空下跌 现在连逃命机会都没有 而疫情这个手蔓延的中心 你看到欧洲的市场 大概每一个市场跌幅都很惨烈 现在已经跌了三十七百以上了 而德国下跌二十四百 华国瑞士西班牙 这个意大利的股市 大概跌掉四十五百 这是情况灾情非常惨烈的 所以你看到德国股市是连续往下沙盘 这种雷曼市的恐慌 现在开始蔓延到包括债市 也包括房金 也包括比特币 包括石油 现在都出现恐慌性的沙盘 这个沙盘你看到川普到目前为止 他认为疫情不严重 但是美国的股票市场跟川普想象的不同 所以在这个礼拜 川普开始对欧洲 开始献出一个献欧令以后 现在欧洲开始出现一个恐慌性的下跌 所以川普在这个礼拜当中 也看到美国出现两次的 熔断机制的一个盘中暂停交易 所以这个影响是大的 你看到全世界现在各国的央行跟政府 大概都已经卯足全力 要来救市 这个救市到底会不会成功 最重要根源还是在基本面 也就是在整个疫情蔓延当中 大家要注意到现在的疫情 是不是能够得到控制 另外我们也来看到 在这个疫情当中 有几个关键指标 所有强势指标 包括台积电这次他已经破底了 他最低杀到48.69 本来在51块 他守得不错了 另外一个是 苹果的股价原来在256块 他没有破底 现在他也呈现破底的效应 所以这两档是未来 大家观察投资当中 非常重要的领先指标 他能不能率先反弹 弱势指标当中 除了邮轮股以外 你看到波音的股价 是在这一盆 这个回合里面最惨烈的 波音在礼拜三大跌41块美金 另外我们看到他19% 到礼拜四晚上 他又跌18%以上 现在从440几块 现在掉到154 是惨烈无比 所以波音的737 MAX的灾难 到现在没有完 另外中国在这个疫情当中 相对强势 这个相对强势也是可以看出来 当在美中贸易战的时候 中国处在相对弱势 现在看起来 现在是呈现一个 比较跟大家想象不一样 它反而是稳定的 所以中国会成为一个 牛市比较重要的参考指标 另外在疫情当中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央行已经松口 要面对整个金融市场要有一个降息的动作 但是你可以想象 我们过去在盆怀南总裁主导的时代 我们一向在武士会市 在货币市场现在的操作 其实有点僵尸化 所以我们即便降息 但是我相信空间是不大的 那这个时候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在台股的 在牛市11年之后 它所造成的相对的下杀的力道 这个是大家要非常小心的 你看到台币虽然升值 但是市场上性侵仍然没有恢复 而外资把台股当成提款机 在上个礼拜545亿 这个时候大家拼命在卖超台股 这个也是大家要面对的 就是我们基本面虽然好 但是在台股的这一轮下杀当中 大家一定要懂得雏盈保态 在这次疫情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公司二月营收 惨不忍睹 就是你看到保德利的二月营收 它已经降到剩下196万了 这个跌幅是惨重的 那这个做果汁的鲜活 它二月营收剩下2000万 它最高峰是3亿9千6百万 所以这个下跌幅度是大的 另外在这几年当中 你看到保德利的股价 从上到下来一路杀戮非常惨烈 KY美食也是很可怕 另外罗利分的营收 剩下995万6千 这个情况相对惨烈 好 最后我们来看到 在跌市当中 我给大家拿出 国泰投信张锡总经理的看法 他说台股会再旺10年 这是在悲观当中 给大家打打气 我们可以了解 台湾在经过30年的推变之后 台湾的质变量变 在这次疫情蔓延当中 台湾相对经得起考验 这个时候也是台湾投资信心 再起的关键时刻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台股下沙之后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这个时候很多的公司 它的殖利率相对高了 那么台湾相对抵抗力会增强 这个在这个疫情当中 大家可以另外缓施的一个面向 请持续来看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